之前來看著要過年了 整台灣國的年會大家都要去過 真有過年的氣氛 其中高雄三峰中街已經開始有民眾來採港 另外台中一中街生理一樣很好 大家做到不得去 台北市今年年會大家 都總有九台雙款收頭 像迎賓雙款給人說是台北人的廚房 也有很好吃、很好吃、有火車站雙款 也有特化的雙款在地出名漢油店南北 又是第一次來推撒秋露菜要拼生理 用寶金骨的道中還有控雄化油炒 來燉的中油湯頭配上雞腿 雲寶有更健康 在花街中油行變化改 要抽年菜的市場來撒油鮮的麵菜 連百合花、無花各都可以擋入菜 在在地的南北店家一樣 是第一次來香出自己的秋露菜 花椒、乾杯、雞湯用上雲來包裝 民眾只要湯好燙就可以吃 是我們南北貨在地店家家傳的口味湯底 我們都是使用在地店家最優質的材料 比較溫補 那在過年期間又可以讓大家不要吃得這麼油膩 但又可以享受到年菜又補到身體的感覺 今年台北年火大雞 串臉狗的雙款 抵了老白在花街以外 又包括有台北人的廚房清河 主打新鮮的營餅雙款 還有好買、好買、好買、好買 還有火車沾雙款 十好到的進食開始 這次也找來雞湯家 撒出三款的發財金 歡迎試吃喔 鯨頭來到中部 台東一中雞 隨著年這個地方 今天也有賣就來西北的人 每一年都會有數十萬人來的 天丁年火大雞 是以前在高河來中間 翁南無來驚 高雄的三方中間 就算外東也不正式開始 也已經出現買去了 還好可以耶 跟平常香餅啊 有多一點 韓國餅乾啊 有空就來買啊 我在平日來啊 所以今天人也算蠻多的 沒想到客人 民眾洛宵來在西北 像是不能省下的湯片 還有大火都很熟就歡迎 出現人條 也加添 過節的氣氛 記者綜合佛島